桌上放着面团 每个人脸上充满好奇 在讲师的解说之下 大家开始按照指示 拿起材料又揉又捏 分割包线欢笑声不断热闹滚滚 为了推动国际青年交流 外交部举办亚西及北非地区 国际精英领袖营 邀请土耳其、伊朗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约旦、黎巴嫩和埃及等十个国家 21位年轻人参与 行程特地安排他们到观光工厂 体验制作台湾知名的点心凤梨酥 对于这群来自雅西地区的年轻人 新鲜感十足 咬下一口凤梨酥 大家全都赞不绝口 更试着用中文表达美味之意 一系列的文化参访 和各种美食与文物等实际体验 让大家对台湾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台湾 我来到台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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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机会 看到你 非常美丽的国家 非常颜色的国家 我认识台湾有些东西 但我没有知道 你真正在发展的国家 为了让外国青年 对台湾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活动期间 外交部邀请专业讲师 说明我国外交政策 并安排学员拜会 立法院等政府机关 希望透过多元的行程安排 让学员们充分接触台湾文化 建立连结与友谊 未来能在国际传播台湾形象 为台湾增进能见度 台湾宏观电视陈林文中金刚台北 采访报道